Hello 大家好 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我很久没有跟大家做论证的节目 大家知道看到很多我们的视频 就是关于去日本的旅程 相当开心的 我头五至六分钟讲一讲这个旅程 如果不喜欢想直接听新闻 跳到第六、第七分钟左右 再开始 这一次的旅程是短短 基本上是旅游 去过东京、去过咸館 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看到咸館里面的便利店 包括东京的便利店 也有贴出个告示 为台湾东部赈灾酬款 4月3日 4月3日的这场赈灾 快到了特制7.2级 当然这场赈灾相当大 今天早上我都未在台湾 我刚刚才回到来 现在还有点耳鸣 就是一些气压的问题 那你会看到在东部的台湾 当时候的满木仓宜 两栋大厦 争扎 亦都是有人死亡 有人受伤 亦都有很多救灾的队伍 有可能会有PTSD 因为闻到一股丝臭味 都不是一个那么好的一件事 会难忘 甚至会燃热住老海 一段很长的时间 好了,这些情况 我日本人看在眼内 放在心里 也都是 踊躍地捐助这些真正受灾受难的人 捐给日本的红十字会 大家知道日本的赤十字会 和中国的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会尊款尊用 财经透明清晰 没有贪腐问题 所以我们很感谢日本 和其他各国 救灾救难 和出钱出力 去帮台湾的人 希望大家都知道 由0403 4月3日的花田地震之后 1200多次的余震 未来可能继续都有 整个台湾的岛 是有位移的 即位置移动 大概22.2公分 相当长的 所以我想看到这个 情况 大家不需要太担心 板块的移动是经年累月的 不会突然之间 整个花莲就会脱离台湾 也不会这样的 我希望台湾越移越出 但当然不要移动 移动的话 也会有很多灾难会发生 但事实 终归也是事实 离开中国越远 越好 但这个事实 你说是没用的 因为事实不会这样发生 OK 这个是其中一件事 那我日本里当然了 就参观很多的 旧地从游游游游 新曲家精选 我也会将一些好的事 跟大家讲一下 今次去神宝丁 神宝丁是东京都里面 近黄居附近千代田区里面 一个比较出名的古书店街 它不是书店很简单 是古书店 在里面大部分的古书 当然是日文的古书 各地的古书都有搜楼 逐间店去逛 所以你整天都没有时间 可以走得完 至少我逛过十多二十间店 当然也会有部分的店铺 是买中文书的 稍后会讲一下什么中文书 那有没有中文的古书 有 当然有 逐间要小小小摸索 诗词杂 什么都有 另外你说是 中文古书 有没有英文的 或者外文的古书 当然也有 我起码见过两间 去唇卖外文书 那我觉得这种现象 相当难得 昔日 即几十年前 在台湾 曾经有很多古书店 包括在公館附近 今天也有些 也有很多古令街 古令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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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事件 古令街 那地方有很多古书店 但现在很多都收拾了 剩下屈指可数的数目 但唯独是日本 东京都的神宝丁 依然保存着很多古书店 当然是很值得去探索 这个时间 当然我去过一些书店 你说 新的都有 有一个三省堂 很出名的 即是连锁的一间 一间是书店 你可以说 日本的成品 这个比喻有点不倫 因为它不会搞那些 咖啡 那些东西 真是纯粹买书的 它有咖啡店 但它有整层楼 也有很多地方 可以给大家去 有一栋更有趣 另一栋是一间 即是旧书店 建筑都旧的 关东大地震 在一战二战之间发生 那它建成于 关东大地震之前一年 它可以躲得过关东大地震 不要被震塌 证明它的根基相当牢固 好了 接着经历过东京大轰炸 1945年 即是盟军要去 逼日本无条件投降 除了扔两粒的原子弹之外 还发动东京大轰炸 这栋楼没有塌 OK 那迟些我会贴一些照片 在那个Facebook 那也都相当难得 那家人卖文具的 七层楼 有一层是Coffee Shop Coffee Shop 是和其他层数分开的 即是你卖文具的 卖书籍的 卖不同的东西 每一层所做的都不同 那这间就不是三省堂了 是另一间的文具店 那 除此之外 当然有很多其他东西 我自己当然有收获 那两本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 一本的香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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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OK 那这一个呢 就是野倒缸 导字 当然这个是日文汉字 山字 哪种的鸟 把鸟 山摆在鸟下面 就是导字 那四点 整成为导字 这个是古汉字 那就是 叫做野倒缸 那当然这个 我记得是应该有中文版 因为我在 书店打书店 也看过这本书 OK 它里面写的东西都很精彩 那野倒缸 就是 一个 港术 香港的问题 它都有书 讲这个台湾的 很值得去看 那另一本呢 我私人 现在香港都没有中文版 台湾我也不是很各有中文版的 就是这位仁慶蛇 我不认识他的 其实前进说 1992年香港出生 90后 在香港浸会大学毕业 现在就是东京大学 大学的大学院 总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课程 再读的 OK 专门的研究领域 就是地域文化研究 论文呢 就是香港人的民族意识 和和日本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呢 是发表在2018年的 另外一篇呢 就是后来在2019年发表的 香港粤语的标准化 和这个 所谓的正统中文的统合 那这一件事 他另外一篇文章 20年发表的 就是新加坡的 World Scientific的期刊 就是这个 Colonial Legacies and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China and Chineseness 那很重要 那它里面这篇文章呢 你会看到 它有几个主要的纲领 在一个地方 你看到 那你自己夾图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难得 准都市国家 香港 那香港 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 Douananga Hong Kong Douananga 另外就是香港的主体性 那也都有2019年的香港 这三章 那是香港和日本的关系 因为很多人呢 就好像这篇书的 这个 射不射 日本人 就是认识香港人的隐瞒 而这个讲到就是什么呢 Douananga Douananga 就是叮当 Douananga Douananga 和这个 这个雨傘运动 是日本人 觉得 大日本帝国记忆 香港就是说 你要Douananga 也都有这个 雨傘运动 你买两本书 很值得看 我会好好的去看 因为 尤其年轻人看那书 我尤其觉得是有可读性 尤其是很详细 尤其是 就是我会觉得是 尤其是如何逐个解释 不同的字 什么叫做 行街 什么叫做 发梦 什么叫做 gear 另外什么叫做 FA 另外当然也都有 什么叫做 私料 解释什么叫私料 你看这些日本人捧着这些书 其实这些书 一个手掌可以掌握到 就不像香港这些书好好的书 厚 而且相当大本的 台湾的书都是这样的 这个是pocket size 就是你可以放到 你的皮包里面 或者女士的包包里面 或者你西装的袋子 大一点可以放进去 这些就是一个很值得 去了解的一件事 香港与日本 前进 这位年轻人 我刚刚看了几张 我看了几个chapter 飞机上 我觉得相当难得 另外也都有看一些 譬如 日文字的书 大家识货就知道 买给一位朋友 世界 拉丁文 就是什么的一回事呢 五万本的销出 里面有用日文解释 一些重要的拉丁文的quotes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去参考 另外当然 大家看过我的 Facebook就知道了 我去过西太后 西太后的老板是 伊藤信义先生 他就很热情的 他在这边做完事 刚刚那轮客走了 跟我聊聊聊天 真的没什么时间 聊聊聊天 接着有人进来了 我就帮他买了这本书 他就说这本书呢 有个姓于 就是两话 一书一欧那个 跟于的人 就是所创作的这本书 这句话 会说美国人 只因为在这个店里面 第一个我买的这本书 就是我了 他都很开心地跟我说 纯日文的 当然有人帮我翻译了 当然这句 中国人权英雄画传 这个真是精彩 我譬如举些例子给大家知道 有些什么人 大家想到有什么人 我其实不想说中国的 有黎智英 黎智英 黎智英就有图 有文字 有中文 还有日文 这个就是他们的整个想法 还要创作一个诗在这里 自己夾论 即是黎明之前最暗刻 智勇相传博论回 英雄不除成败论 天灭中共再举杯 这个就是他这么说 这个是日本水墨画家 加斯书画的讲116名自由意识 这个是相当难的 难得 他要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实现 独立的人格是多么重要 多么有勇气才能支持下去 独裁政权的和平的自由意识 基本上当然是大相敬庭 而这帮自由意识的姿态和灵魂 具有正义感强的特征 而这一个中国人艺术家 就是用他们的事迹 做一个描绘 这就做下来 做很多的 我很难进入给大家听 每个人都好 谭作人 当然有李旺阳 也有其他人 也有司徒 刘飞约 很多很多人 陈光诚 王怡 胡佳 李明哲也有 台湾的李明哲 也有现在在台湾 很平和地生活的李明哲 另外有些譬如说 后面还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记得 曾经有过 见过的 就是 其他的人 包括周庭 周庭 是吧 Agnes 周庭都在一边 在这个叫 中国人权英雄画传 是吧 这本书是很值得去大家看下去的 因为它里面 涉及的人相当多 也很值得大家好这样捧读 我觉得我可能挂一楼梦有很多 陈艳林 陈艳林都包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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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2023年10月8日出版的 作者的宇宙大观 那就是不说名字出来了 我就知道 孤隐其名了 那 所以我就 大家知道 他是很努力地做这件事 我记得余杰 就是 我的一位好朋友 也都出了很多本书 讲中国的英雄 还有不只说中国 只是香港 台湾的英雄 值得说 当然了 不能免俗的 我都买了这两本书 大家不要笑我 这两本书是值得买的 为什么呢 一本叫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纲要》 一本呢 《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回篇》 这个很重要 是不是很开心呢 共产党看到这些书 马上 精神又来了 究竟他们讲什么呢 因为这些书呢 在台湾呢 我印象中比较难买 就是你要买简体字书 还要更新的 喂 这本是《国家安全法规回篇》 里面有《反间谍法》 即是说我要去打倒共产党 要去反共的时候呢 这些书呢 值得要买 最值得看的是什么呢 一开始呢 国家安全呢 党有这么多安全出来的 自己扣靠近看下 国家安全呢 有这么多安全的 啊 还引起了条文啊 条分履息啊 其实我想 有什么政治安全 人民安全 国土安全 军事安全 经济 金融 咨询能源 资源能源 糧食文化科技 网络信息 民族领域 宗教领域 防范处置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 社会安全 生产安全 新型领域安全 国家海外利益安全 这些全部这些东西呢 全部这些东西呢 都是维根结底的五个大字 就叫习近平安全 那习近平安不安全呢 看这些东西呢 看完之后 你觉得你安全 习近平未必觉得安全的 所以我就说 就是 皇帝 独裁者 觉得安全的 你就安全到爆了 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中国的真实的景象 当然要看回这一本 新时代特色 为什么要学买这些东西呢 喂 有时候你quote这些东西 叫一些记者 香港现在还有很多记者 抽问 抽问这些什么 立法会议员 李家超 三司 什么N这样的局长 副局长 还有那些所谓的 司长 副司长 问他们 是不是 问他们的 懂得背 什么叫做 什么几个确立 十二个什么什么 十个什么 这些要懂得背的 如果不背的话 就是因为你不够爱党爱国 这些东西是随时抽问的 你们个个不要不耐烦 都要做到 所以我要买这些书 为什么呢 喂 我做政治评论 我要知道对手 在写什么东西 所以这些书值得买 所以收穷挺丰富的 很知性的 也有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所以每一次出去外面 是收穷挺多的 心旷神异 我说很多这些东西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明天先逐一跟大家去讲一讲 这些不同的政治问题 其实最近的政治问题 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为什么假新文法暂时不立 为什么他还要声称这样呢 另外就是说 为什么于品海要宣布提出上诉 因为欠债数亿被斑定破产 他要提出上诉 为什么他要提出上诉 先想一想 我们明天有机会 再跟大家讲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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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